好,往下面走到,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文部分的这个标题部分 お金の話 私たちは毎日お金を使って生活しています お金なしに なしに一般是表示条件 没有第一项后项也不法完成的感觉 那么お金なしに生活は成り立ちません 一般是搭配否定的 就是说我们呢,每天的生活都在使用着这个钱 然后呢,如果没有钱的话 我们的生活也没办法维持 往下面走 お金について調べてみました 这个地方漏掉一个地方 そこで私はお金について調べてみました 因此呢,我就做了有关 我尝试做了一下有关钱方面的一些调查 てみました,尝试 そのことをこれから発表します 好,把之前调查的这个内容呢 现在给大家发表一下 好,我们下面看 おむかしにはお金という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好,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在语法上面已经讲过了 前面一般的体验 后面呢,是相对的强调说明一下 那以前呢,是没有钱这种东西的 钱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ものとものとを取り替えて暮らしていたのです 都是拿这个一物换物 对,拿物品换物品的这种感觉呢 在每天生活着 在每天生活着 のです 强调这一个客观事实 好,往下面走 好,我们看到这个后半部分了 それでは不便なので 不便なので手軽に持っていて どんなものと どんなものとでも取り替えられるもの そんなものがあれば便利だと思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比较长 好,首先最关键 ど思う 是表示大家就想这样认为这样觉得啊 大家就觉得因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呢 手軽に持っていて 手軽に可以表示手軽だ 它是一个形容动词 表示可以说简单啊简便 那么这里可以翻译成呢 有没有那种可以携带方便的啊 手軽に持っていて 能够携带方便 而且呢 どんなものと 都是语啊 でも でも是即使或者是什么什么 然后我下面看到 取り替えられる 取り替える是表示替换 能力型能够替换 而且呢不仅看到 不仅是能够携带方便 而且不管与任何一样东西 不管与什么东西 都能够拿它来进行对换 然后 そんなものがあれば 要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便利だと思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就觉得非常方便的 这个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一般是强调一个变化 表示大家现在都开始有这样想法了 觉得说怎么怎么怎么 我们再一起连贯的看一下 前半部分从这个地方开始 他说以前呢 钱这种东西是没有的 然后呢 一直都是以物换物的这种方式呢 在生活 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 因为之前没有想法 就是因为不方便 所以呢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了 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变化 所以大家就觉得 因为太不方便了 因为太不方便了 所以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能够携带又方便 然后不管和什么东西都能够去兑换 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方 要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就太方便了 好 往这边走 そして 今のお金に似たものが考え出されました 考え出す 是表示说想出来的意思 变成被动体 被想出来了 于是呢 这种跟现在 日系对象 跟现在这个钱 非常类似的这个货币 或者是跟钱 类似的这样一个东西呢 就被大家想出来了 好 往下面走的 中国では 昔 買い殻が使われました 就是说 以前在中国呢 是有使用这个被壳的 当時 買い殻は貴重品だったのです 由于这个 那个 被壳呢 它是相对比较贵重的东西 それで お金に関係のある漢字には みんな みんな 相当于全部 所有啊 みんな 買という字が付いています という表内容 因此 那个 跟钱 有关系的漢字 我们看到 に 是表示对象 ある 是有 它前半部分 是修饰了这个 漢字 是表示说 跟钱 有关系的 这么一个漢字 这些漢字 都 怎么呢 这个 みんな 是 都 都会 带有 次一点是带有 附带有 都会带有 被 这么一个字 例えば か き 在 など です 比方说 像这样的字 都是带有 被 这个漢字 然后 往下面 走 日本では 稲を 使いました 那么相对于 中国那时候 使用的是 贝克来讲 日本那个时候 古代的人们 是使用这个 道字 比方说到 我下面走的 値段の値は 稲の値から来ている という 値論 という説がある そうです 听说 听说什么呢 前面看到 有一个 説がある 是表示 有这么一个说法 説 是说法 听说 有这么一个说法 という 文化内容 说是 値段の値は 讲的是 这个价格当中 値段的 这个 这个字的 发音呢 它是 空表是来自 这个音呢 是来自 一年 稻子 稻米当中 値的发音 是从他 这个音过来的 然后 再往下面看 所以即使 江藤時代になっても 所以即使 是到了这个 江湖时代 武士の給料 米の料 って 決めていたのは その残りだ と思います 所以 我觉得 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 即使到了江湖年代 武士的 这个收入呢 仍然 代表方法 是以 大米的量 以大米的 这个量 来决定 可能是受到 这样的影响 受到其影响 那么 那国 本来其实是 表达什么呢 表达的是 这个残留 或者是表示说 痕迹 或者是遗迹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 是灵活翻译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是受到那样影响的这个残留 或者受到那种影响留下的痕迹 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受到了那种说法的影响 好 我们重新把这句话的意思再整理的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首先说到这个中国呢 在那个时候 在古时候呢 我们都是使用这个贝壳的 当时呢 贝壳相当于是贵重物品 所以呢 跟钱有关系的 跟钱有关系的汉字里面 全部都带有贝这个字 比方说这些汉字都是带有贝字的 那么在日本 相对于中国使用 或这个相对于中国使用这个贝壳 那么日本是使用道字的 所以呢 听说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价格当中 这个音是来自于道米一年当中 这个过来的 所以呢 即使到了是江湖时代 那么五世的这个收入 仍然是以道米的量来决定 我想可能是受到其中这种说法的影响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这边 こうしているうちに 金属でお金を作ることを考えました こうして就这样 こうしている いわしているじゃうちに 是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当中 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金属でお金を作ることを考えました 大家就想到要用这种金属的材质呢 来制作货币 好 而且它又不会容易腐烂 或者是说损坏 決まった分量に分けることも 分けることもできるし できる 还能够呢 还能够分割成一定的量 分配成一定的量 持ち運びも便利だからです 日本でも今からおよそ1300年前 玄米天皇の時に 銀と銅で作りました 那么这个地方墙在这个日本 大概是およそ 大概是1300年以前 还是在圆明 还是在这个圆明天皇的这个年代 圆明天皇的这个年代 都是使用这个银 或者銅来制作这个货币的 ところが金属のお金でも たくさんになると 重くて不便です 可是这个金属的这种货币呢 如果量很多的话 就会觉得很重不方便 そこで因此呢 这个紙 紙に印刷したものを 使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又是变化 那么呢 因此就开始使用什么呢 就开始使用这种 印刷在纸张上的这种货币了 那表示 这个变化是表示说 之前一直都是使用金属的货币 那么现在慢慢慢慢衍生出这种 可以印在这个纸张的货币 也开始使用了 表示一种变化 现在开始也使用这种货币了 下面走 これが今日使われている 紙幣で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使用的这个纸币 好 紙幣です 好 继续 また銀行に預金があれば お金と同じ 働きをする 小切手など 使うこと 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我们来看一下 預金 是表示存款 那 另外 如果在 あれば 如果呢 在银行呢 是有存款的话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と同じ 与什么什么相同 働き可以表示作用 或者是功能 那么働きする 就可以表示这个词组的意思 小切手など 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在这个地方是强调的是 另外 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 那么也能够使用 跟钱 跟这个金钱呢 作用相同的这种 这种支票 也可以开始使用 然后往下面走到 这边 这样的话 即使你手上 或者手套上 没有这个钱 没有现金的话 物を買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也能够开始使用 也能够开始买东西 私はお金のことを 調べてみて お金がどんなに便利なものが よく分かりました どんなに 加上が 表示一种 之前讲了 语法当中是表示一个 多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种感叹的感觉 那相当于呢 我现在尝试 调查了这种 有关钱方面的 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就深刻理解到 深刻理解到 这个钱 是一个多么方便的东西呀 它是一个多么方便的东西呀 お金のことを中心とした経済学 どういう どういう是表示一个内容 どういう学問もある どういうことで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 听说 这个是重要的部分 听说什么呢 听说现在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么听说现在 还有一个学科 就是以什么呢 就是以钱为中心 为学习主要内容的 一个经济学 这么一个学科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 看到这边 私はこれからも 看他第一个 他说 他说我呢 尝试调查了这个 钱的事情之后 发现了什么呢 深刻的理解到 或者深刻的认识到 钱真的是一件 非常方便的东西呢 而且 也听说现在 有这么一个学科 这个是内容 听说现在 有这样一个学科 就是以什么呢 以研究钱 为主要轴心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学 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然后后半部分是 我呢 从现在开始 想更加仔细 更加仔细的 去研究钱 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 私の発表は 那我现在 所讲的这个发表呢 これで終わりです 就是以上的一些内容了 好 好 这篇课文的 所有的内容 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じゃあ 今日の授業は これで終わりです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